好 天气转凉了 大家都要取暖 小动物也不例外 但是小动物的取暖呢 造成这名张姓男子损失惨重 不知道是这个小猫还是这个小老鼠 把他新车里面的线路全咬断了 总共十条线路维修呢 送进原厂 他吓一跳报价十二万 那么他也很难相信 停车场呢 有一百多辆车 为什么小动物专挑他的车 他的车比较好吃吗 而这个车子呢 买不到三个月 这个小动物的取暖造成他损失惨重 断断断 打开引擎盖里面的线路 这一条也断 那一条也断 就连有包覆管保护的电线 也被咬到看到里面的铜线 车主怎么也不敢相信 买不到三个月的新车 竟然变成这副模样 不可思议啊 觉得怎么可能会有 猫或是老鼠或是狗 三个晚上把我车上说 下面底盘的线都要断了 车子回原厂进行检查 各式各样的线路就断了十条 原因研判是咬损 原厂维修报价高达12万元 凶手就是在引擎盖上面 留下脚印的小猫或是老鼠 因为天气变冷 跑到引擎室里面取暖 也把电线全咬坏 我就觉得原厂的部分 它报这个价钱很难接受 因为它是线是一定要整条换 它没办法做修复 把车子升高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引擎室下面呢 有很多的缝隙 小动物呢就可以从这边 爬到引擎室里面去 有的缝隙不但手伸进去没问题 还有的地方可以伸得很进去 更不用说 身形更娇小灵活的小动物 所以一般比较怕冷的 它们都会躲在公寺梁 不然就是躲在前面这边 比较有温度的 温度会比较高的地方 想避免小动物跑到引擎室 除了在引擎室喷洒 小动物讨厌的薄荷味 以及其他气味 也要尽量避免把车子停在地下室 等小动物聚集的地方 车子里面也要保持干净 像这种东西都热的 你有个塑胶壳挡着的话 它这边受热 那个塑胶板都会承受不了 小动物取暖跑进引擎室 谁也没想到会破坏汽车线路 让车主付出12万元的代价 记者连元斌许家师台中报道 小动物取暖